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问他做的鱼 母鸭,最近一直都在更新动手场 搞新物种繁殖计划,都还行 有模有样的 但终归不是主演 我终究还是要回去监设动物园的 但是吧,我没事回去看了一下我的动物园 嗯,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动物园 像是一个养殖场 实在是太low了,看不下去了 于是我痛定失痛,下了大雪呗 去了一趟动物园 去研究了一下动物园的过早 研究完之后,我就像是吃了一粒大黄丹 任督阿美瞬间被打通,不禁大呼道 我现在才知道 我之前的思路完全是行不通的 修路,修栖息地,放动物进去 然后就没了 这就是妥妥的养殖场养成方式 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修建动物园了 我也完全按照游客的思路来建造动物园 打造一个后现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物园 那现在我就是游客了 我需要这个动物园有什么呢 首先这个动物园肯定不在我家门口 我肯定需要坐火车或者开车去 这就有两种情况了 坐车的游客我不管 自己开车过来的游客 刚到动物园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停车的问题 只有把车子停好了 游客才会进动物园玩扫观察 那接下来我就要修建停车场 停车场也不能修得太远了 就在动物园的入口 进来就能把车子停好 然后进动物园玩 看到这里肯定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 你的动物园停车是免费的吗 当然是免费的 我不收一分钱 不过我都会加在门票里面 反正游客也不会知道 先用路修出一个停车场的样子出来 接下来就要给停车场画好路线 不然大家都随便乱停 就乱套了 停车位搞定 还要用油漆画出一条路 再将白色的油漆 替换成黄色 然后在黄色虚线的两旁 划成白色的油漆线 弄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最后用英文写上停车场 告诉社群外国游客 这里是停车场 OK了 让我来感受一下下午 我不远万里 开车来这个动物园湾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我现在只想把车子停好 然后去看动物 没想到这个动物园这么贴心 在门口就有这么大一个停车场 但是好像来动物园的人 还挺多 车位差不多都挺满了 除了吉普车 越野车 还有观光车 这边还有小三轮 让我来看一下这个小三轮 很精致 很小巧 看着周围 很可能是一家四口 一起来动物园玩 当然了 如果是印度游客 开的小三轮 很有可能是全村 一起来动物园玩的 继续看看有没有控车位 看到了 这里有控车位 不过旁边的这辆车子 停车 停的有点不靠谱 大家都是倒车入库 看到这车子的知识 应该是直接入库 车技可能不太行 我要是停在他旁边 等一下车子被刮撑到 就不好了 还是去找别的控车位吧 嗯 没想到居然还有 这么有年代感的车子 能力驱动 可能会有点慢 要是能从动物园里 弄一头大型的舞 山上绳子 鞭子一抽 我估计能开个四五十码 不成问题 这边也有很多的控车位 两辆吉普车 最边上还有自行车 真正印象上的绿色雏形 后面的车位 也停了不少车子 这也是很有年代感的车子 和刚刚看到的 有些许不一样 这辆看上去 无疑更有年代感 可惜了 小时候要是能给我 这么一辆车 我能推着他玩一天 又是一辆三轮车 不知道是不是印度人开的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板车了 看着一辆车子 明显就是一辆小推车 用来卖东西的 车子上面 还有西瓜的团 一定是进来卖西瓜的 西瓜卖完了 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然后继续开动物 刚刚的那几辆板车 肯定也是这样子的 虽然有点离谱 但还不是最离谱的 看这辆车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工地上 用来浴水泥的吧 能停在这里 多多少少有点离谱了 不过幸好还有不少控车位 等我把车子停好 就进去看动物 停车场已经弄好了 这期视频差不多就结束了 你们不是一直想看我养鱼吗 下期给你们安排上 想看养什么鱼道 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